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納羅香草的阿賢 今天要介紹我身後的植物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吧 它的名字就叫做芳香萬壽菊 今天除了介紹芳香萬壽菊之外 還想跟大家一起來做做看 像這樣子的植物藍手巾喔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就一起動手做做看吧 像阿賢我啊 本身就是一個植物殺手 所以呢 像這種好種好香又好用的植物呢 真的非常適合我們這種新手開始種植 在今天時呢 這種萬壽菊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在路邊啊 有時候它就會跟雜草一起生長 所以呢今天阿賢就會帶著大家 去找野生的萬壽菊 然後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萬壽菊是怎樣的植物吧 我呢現在人在我們的合作廁所在地 我記得呢 我們公司附近的空地就長得野生的 芳香萬壽菊喔 我們就來試著找找看吧 話說芳香萬壽菊它的香味很特別 有人說它有點柑橘百香果的味道 也有人覺得像是汽水或糖果 不過呢 也有一些人是覺得它味道太強烈了 不喜歡它喔 所以每個人聞起來的感受都不太一樣 我自己是覺得它乍聞之下真的有一點點汽水的味道 下次在路邊看到它 你們就可以一起來聞聞看摸摸看它 看是什麼味道 如果有不一樣的感覺呢 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你們看這裡是不是有了 就是那麼簡單 在這種雜草重生的空地也能找到它的蹤影喔 芳香萬壽菊呢 除了好看它也有驅蟲的功效 所以有些人呢也喜歡把它當作門前的造景 像這一戶人家 前面也是有這種芳香萬壽菊喔 芳香萬壽菊它除了驅蟲以外呢 它還有其他很多的功能喔 像是可以做精油、存露 或者是可以泡茶、露菜等等 是非常多用途的香草植物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找找看它們的蹤跡吧 GO 好喔 現在我們來到了部落的另外一個地方 我記得這邊有非常多的芳香萬壽菊 像這邊有非常多植物 各位看到了沒有 這邊 像芳香萬壽菊啊 這種色彩非常鮮豔的花草 在古代都可能被拿來當作染劑的使用喔 植物籃的歷史其實非常非常的久遠 從新17時代 古人就在運用植物的過程中 慢慢的掌握植物織藝染色的方法 所以植物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手工藝喔 然後我們這裡來到了 這裡有一個傳統泰雅族 族屋的一個地方 這邊非常非常多的芳香萬壽菊 你們看是很多 這裡呢 其實都沒有人照顧他們 就像雜草一樣這樣子整群 是不是很壯觀 厲害吧這超多的 我呢待會就會採一些材料呢 就當作等一下敲籃用的素材 然後我們就開始學習敲籃吧 敲籃 所謂的敲籃呢 顧名思義就是用石頭或適合的器具去敲打植物 讓植物的字液印在布上面 印上去的花紋都保留了植物原來的顏色 或有些還有自己的紋路 是一個簡單又有趣的做法喔 做法很簡單 首先你要把拓印的植物清洗乾淨 花朵要把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的部分 將葉子或花卉放在布料的印製物上 構思架構 蓋上墊的布或者是可以隔絕的材質開始敲打 最後用使用加入米飯的水浸泡15分鐘來定色 再拿出來沖乾淨曬乾即可 那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準備來敲籃吧 首先呢我們就先想說 要怎樣子 設計這個花樣比較好 我自己已經有先想好 我想要做一個放射型的花瓣 像煙火那樣子 覺得這樣子應該是蠻好看 就有點像是花原本的樣子 那我們就慢慢的敲敲敲敲敲囉 看敲好的布就有這種花樣 是很可愛啊 那我們就接著把它敲完囉 有一個小技巧就是敲的時候呢 可以用由外往內的方式敲 這樣子如果枝太多的話就不會 不會這樣散出去 到時候花紋會比較好看一些 那我們就發揮自己的創意 開始繼續敲囉 我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這邊呢 塑膠墊的部分 我是用那個 我這邊是用那個 霧被子的塑膠紋來用 我覺得它好處就是 它可以看到底下的花紋 這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喔 它現在硬的是什麼樣子 當然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 因為它底下也是塑膠啦 所以如果它的汁液太多的話 它其實是會 它其實是會滲到底下 所以如果底下有一個 另外一個吸水的布 其實是更好 然後我剛才還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用敲的時候啊 我覺得還蠻累人的 所以呢我就 墊在上面 如果是塑膠布的話 墊在上面 用刮刮的這種方式 這樣刮刮刮 好像比較快一點 但如果布的話 可能就不那麼適合 我在查資料的時候啊 有發現 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 在宣言皇帝的時候呢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開始有 專門在藍布的棺 叫做藍人 是就是藍布的那個藍 是很藍的那個藍 所以那麼久以前 就有那種棺 在做這種 藍色的布料 其實還蠻特別 然後我這邊在刮的時候啊 那個香草的香味 就一直散發出來 我個人是覺得 真的是在做的時候 都覺得很心曠神 真的不知道搞這個搞多久 換進店會吸上去 真的是蠻訓練耐心的 不過看到成品這樣子 真的是還蠻 是還蠻舒服的啦 那我們差不多就弄完了 然後 弄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 要把他們顏色固定 不然你們洗的時候 可能洗沒幾次啊 他就會掉色 是蠻麻煩的 所以 就有一個叫固色的步驟 你看 而且兩面都有 固色的話呢 就是要在水裡面呢 加入米粉 這個米粉 在中藥行 或是網路上都可以買得到 比例大概是 水的0.3% 所以 我這邊就先隨便這樣 反正呢 就加入米粉 然後攪拌一下 然後浸泡15分鐘就好了 浸泡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盡量用這種 就越大的盆子越好 因為如果 他泡的時候 這個布如果有互相疊到的話 他有時候顏色會 會透過去 然後到時候就會變得 花花整個布都花花綠綠的 就不好看 啊我這邊呢 是因為只找到 那麼大的水盆 所以呢 我這邊就將就一下 那我們就泡15分鐘 再回來看他吧 經過15分鐘之後啊 我們就把這個布拿去擰乾 然後拿去曬 然後我們的成品就會好囉 那我們就 先拿去曬 等成品出來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 到處下 一個大小小的水 如果第一個 它是阿極 每一個小的水 就是我們